好我們告訴各位 你要記錄這四件事情 然後我們就要介紹鑫銅電子 鑫加硫酸銅會產生鑼加硫酸鑫 這個方程是告訴我 鑫的活性比鑼來的大 然後我們會把鑼 置換出來 它會取代鑼 那麼這個反應叫做氧化還原反應 因為這裡有德斯電子 所以它是一個氧化還原反應 然後我們看到鑫的活力比鑼大 也就是鑫比較喜歡失去電子 所以鑫會失去電子 然後鑼離子會得到電子 所以有電子的轉移 因此有個推動力 推動電子流動 所以可以做成電池 然後 所以可以看到一個電子 就是鑫加硫酸銅產生 鑫加硫酸鑫 這樣的反應 在一些科普的 是不是都會介紹這種 拿一個芯片 銅片 插在一個什麼檸檬 葡萄柚 什麼些上面 就可以做成一個解液的浮打電池 可是這個電池其實的 可用性 實用性很低 因為它電壓不大 電流很小 也很容易會衰減 實用性不高 那我們下面介紹的是 所謂的雙液型的 那其實也是電流不大 電壓沒有很大 但是可以讓它來講解 讓各位能夠理解我們電子的原理 我們的鑫放在硫酸鑫裡面 因為這樣自己就不會跟自己作用 鑼放在硫酸鑼裡面 這樣自己就不會跟自己作用 然後鑫加硫酸鑼產生鑼加硫酸鑫 表示鑫會比較喜歡失去電子 鑫會失去電子 變成離子溶解在裡面 然後把電子吐出來 然後就跑跑跑到銅板去 所以銅板這邊就會有一些電子 然後銅力就會得到電子 然後變成銅 所以我們這邊是鑫變鑫離子 那邊是銅離子會變成銅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的電子 這個就是我們的電子 然後你就發現 左手邊的鑫板是負電流出去 右手邊的銅板是負電流進來 就等於正電流出去 根據我們所教過的 正就是正電流出 負電流出 你就知道鑫板是負極 鑫板是正極 好誰當正誰當負 鑫板是負 鑫板是正 鑫板是正 然後這樣就是我們的一個電子的反應 就叫鑫銅電子 那麼在化學上 其實我們比較喜歡講的是陰極跟陽極 可是因為你們現在程度越來越差了 所以聽不懂陰陽所以只好講正負 講正極跟負極 但是請注意陽極不一定是正極 陽極不一定是正極 以後上高中教你什麼叫陽極 什麼叫做陰極的時候 再說我們國中只有正極跟負極 正極跟負極 正極跟負極 OK 好剛才就介紹了一個鑫銅電子 我們知道鑫當作負極 鑫當作正極 然後呢 所以鑫板是哪一極 負極 半反應剛剛有寫了 半反應有寫 鑫變成鑫離子 鑫變鑫離子 鑫變鑫離子 我們知道你第二件叫做正極半反應跟負極半反應 所以叫做半反應 鑫板是哪一極 鑫板是正極 半反應呢 當然是鑫離子變成鑫 所以鑫離子變成鑫 所以叫做我要你背的 誰當正極誰當負極 正極半反應 該說負極半反應 OK 那全反應就把這兩個加起來 二一負左邊一個右邊一個就是 所以會把它怎樣消掉 就會長成像這樣 叫做全反應 心銅電池的全反應 就是我們要你背的第一件事跟第二件事 誰當正誰當負 第二件事情正極半反應負極半反應 OK 就請你把它抄下來 然後把它背起來 誰當正極誰當負極 正極半反應跟負極半反應 背好 知道 那後面的一些問題 我說過第三件事叫做 質量增加還減少 顏色變身還變顯示 你看到了半反應 你就自然的人就會知道 自然的人就會知道 OK 就是請你記得我們的反應 好 心會變成心離子 所以知道心的質量會怎樣 減少 很好 心板質量會減少 那銅離子會變成銅 會長銅出來 所以銅板質量會怎麼樣 增加 很好 好了 有一個板質的質量減少 有一個板質的質量增加 那加起來 合起來的質量是 增加減少還是不變呢 來提示你看全反應 提示你看全反應 請問你 心板跟銅板兩個合起來的質量 是增加減少還是不變 不變 你們講不變很正常 因為你們學過這個叫做質量 守恒錯 為什麼是減少 你看方程式 心變成心離子 少掉 銅墨的心變成銅墨的心離子 原質量65.4 銅墨的65.4克 所以少掉65.4克 長出銅變成銅 長出銅墨的銅 銅的原質量63.6克 長出63.6克 你少掉65.4克 多出來65.6克 結果少掉比較多 所以總質量是減少 總質量減少 不是不變 是減少 看方程式你就曉得了 重點 重點 這裡沒有質量守恒 質量守恒要全部都算到 OK 好 請注意 背 誰的質量增加 誰的質量減少 還有 所謂的濃度變大還是變小 顏色變深還是變淺 反應上中 硫酸心 性的濃度會怎麼樣 增加 因為心變成心離子嘛 所以顏色會增加 對不起 濃度會增加 顏色是不變 因為心變成心離子嘛 為什麼顏色不變呢 因為心硫酸心無色 心離子無色 濃濃的無色叫做無色 淡淡的無色還是叫做無色 所以沒有 沒有 OK 沒有 好 那另外一邊是什麼 銅離子變成銅對不對 所以銅離濃度會怎麼樣 減少 銅離子會減少 顏色會變淡 銅離子是藍色的 所以硫酸銅是藍色的 因為銅離子變少了 所以顏色就會變淡 顏色會變淡 這就是我們的 要你記得第三件事情 食量增加還減少 濃度變大還是變小 顏色變深還是變淺 好 我們就發現 心那邊濃度增加的顏色不變 因為都是無色 銅那邊濃度會減少 然後顏色會變淡 新版質量會減少 銅版質量會增加 加起來的質量是減少 就是把今天事情 背起來就可以了 可以嗎 可以